聊天机器人程式在全球掀起了热潮。 而研发团队在台湾的Mixer Box 释出全球第一款繁体中文的Chat AI浏览器。 像是打上公式手语新闻, 不仅会出现AI生成的解释, 还会有它找到的相关网站连结。 而这一款Chat AI浏览器, 只要用手机下载APP就可以安装, 目前先开放给台湾的用户来进行测试。 打开手机下载浏览器的程式, 除了一般的网页搜寻之外, 还可以和AI机器人来提问对答。 规划行程现在都不用动脑, 然后写一些文件之类的, 留意什么的, 你如果要写一段文字介绍自己的话, 有人可以帮你论试。 我觉得是蛮方便的功能。 美国OpenAI推出了聊天机器人ChatGPT之后, 带动新一波的AI热潮, 就连Google也跟进推出, 而总部位于矽谷, 但严方团队在台湾的Mixer Box 也抓紧脚步,释出了Chat AI浏览器, 更成为了全球第一款使用繁体中文的AI聊天系统。 订问系统有没有看过公式新闻, 得到简单的文字回应, 网向华可以看见相关的网页资讯, 等于是把AI聊天机器人和浏览器做连结。 猜啦, 他应该是拿这个GPT帮他转化过的这一个一些问句, 然后再把它拿去做这个网页的搜寻。 那如果说想要从头开始, 其实会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资源, 那他们可能可以用这个一万台的伺服器, 然后去帮他做背后这种高能量的运算。 国客会在日前也预告, 补助了国内学校要打造台湾研发的繁体中文版ChatGPT, 学者提醒, 类似的系统需要很庞大的运算训练和相关资源挹注, 未来的台版系统研发又将如何的发展会持续关注。 记者曹燕俊 陈昌伟 台北报道。